喔唷 這一棒看一下在左邊方向 最後是落地形成了一支長打 張仁瑋選到了一好三壞之後 鎖定這一顆球的攻擊 敲出了本場比賽中性的第一支安打 像這個今天就蠻好玩的 反正已經講到網友 有要跟我們互動的也沒關係 像大家看這個打這個球二壘安打 好像很輕鬆可以跑去二壘 但如果是看投手球的視線 喔 看來是沒有什麼影響 剛剛打點喔 張仁瑋直接回來得分 中英兄弟在一局上 抱著張仁瑋跟陳子豪連續的安打 而且這兩支安打是出現在兩人出局之後 就攻下了第一分 他可能聽到仁瑋說的 跟主播說 我誰我紫豪啦 抱起來讓你沒關係 所以應該真的是陳子豪啦 陳子豪 但講到這個我要說 這個如果有些在 有打陳子豪的弟弟長得跟他很像 然後弟弟好像沒有再繼續打球 但是有在打那個慢壘 所以如果有些 有些球迷有在做慢壘運動 有遇到他的話 你可能會突然看到 怎麼有一個那麼像陳子豪的人 對 那個是他弟弟沒錯 原本是後段棒 他這個狀況好 然後要把他棒式移到前面來的話 現在這兩個包起來的都打安打 而且這個安打是運氣還不錯 對 在三壘的後方 直接是選到一個很巧妙的落底 然後球在空中飛了很久 又兩出局了 讓陳子豪是一口氣推進兩個壘包 所以在兩人出局之後連續的這三子安打 看一下 哇這一球 秋星原本的站位就是因為是蘇維達在打 他覺得這個推擊的機率可能性比較小 他整個偏中外也偏比較躲離邊線遠 所以他要切斜前方來三壘手後面 也趕不到 我們先看到這個球 哇又是安打囉 連續的四支安打 哇 兩人出局之後中信兄弟二軍 現在連續的四支安打 張仁瑋、陳子豪、蘇維達及林瑞軍 哇我現在看了 因為在這個稍微空檔的時候 看了一下 士廷剛講的那個 在整個競爭的一個當中 我想楊架也是非常的激烈 這球揮空之後補傳也得抓到了三陣 所以在這個半局 終於兄弟攻下兩分 待會看到一局下 海無樂天的一個進攻 坐那裡 在那邊 早上 找來